對於我們陳小姐對藍屯的某醫院 然後烏龍的確診 我們也是想說現在全台灣的疫情這麼嚴重 然後陳小姐被隔離這10天 然後我身為老闆的我在想說 我這10天我們就是會補償他的薪水 然後我們也體恤那個醫院的醫療人員的薪水 主要是陳小姐她也說要捐一半的薪水出來 那我老闆就是在加碼 那捐大概一百噸的炒飯便和飲料 會送到那個南屯那個明星醫院 給這些辛苦的醫療人員 你是基本滿10天的 滿10天 在醫院那邊 沒有人發現是我自己 因為我們滿10天我們要跟公司請假 然後還要申請保險 然後所以我必須要有醫生證明 PCR的證明 所以說我就是打電話去我頭藥的中醫院 問他說我怎麼開此證明 然後他說電腦上幫我看一下 這時候才發現說 欸陳小姐你是陰性並不是陽性 我說你最後一天了在跟我開玩笑嗎 那其實我電話中也是有跟他們說 如果錯了就坦承錯了 我會原諒你 因為大家百忙之中畢竟有錯誤 我們都可以提掉 只是說看這件事情要怎麼解決 怎麼落幕趕快解決掉這樣子 我們可以看這件事情 我們可以看這件事情 可以看這件事情 就這樣會有好想的 我們可以看這件事情 我本來也是有跟裕月講 我沒有要刁難你們的意識 我只是想釐清 因為我十天 你如果前三天告訴我這個狀況 我就是當作一場誤會 但是十天所有的流程都走完了 你再跟我講這是一個誤會 我沒有辦法接受 那我們體諒你們 體訓你們醫護人員是體諒沒有錯 我們也沒有為難你的意思 也沒有為難衛生局的意思 但是你該給我的補償 你還是該給我 這是兩碼指示 其實這十天影響很大 因為我還有家人 不是只有我單獨一個人 那我們家人也有從軍從警 對他們公務人員的影響也很大 因為他們全部都要被隔離 包括小朋友 也不能去上課 雖然這是烏龍 可以對公司交代的過去 不是謊誠 謊報說確診隔離 只是說 這樣當下 對社會觀感 跟大家的打擊 是滿大的 我會想到你 有些人 是 有些人 是 有些人 有些人 是 在這段 我會想到你 通常